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使得印度在军事方面的实力有所提升 还在世界中有了一定的排名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印度在军事的排名上是用钱造出来的 也就是因为这一原因 使得太多不了解印度的人 认为印度这个国家是比较富有的 印度除了会花大价钱去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 也愿意花大价钱自己研制属于本国的武器 比如印度国产的核潜艇 说到核潜艇 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吧 因为核潜艇的存在 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是否强大 但是不同的是 印度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对核潜艇的追求不一样 印度这艘核潜艇 潜艇者 它的作战能力并不是特别强 但是它的价格却是到目前为止前所未有的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一艘核潜艇的造价大约在30亿美元左右 但是印度的这艘核潜艇的造价 却高达了130亿美元 这样的价格比其他国家的造价高出不止一两倍 核潜艇作为一种军事武器 造价如此之高 那相信它的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监济者号核潜艇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厉害 印度这款核潜艇在制造完成以后 经过了7年的测试才被宣布入列 它入列以后 由于出现海水倒灌 内部导致该核潜艇的服役期限又被推迟 除了这些 不说就是它的作战能力而言 监济者号核潜艇 和其他国家的核潜艇相比 其射程只能达到700公里 而且它能够携带的导弹也只有4枚 而其他国家的核潜艇 一般能携带几十枚 这样的对比就可想而知了 一艘核潜艇它的射程 以及携带导弹是极其重要的 由此可见 印度这艘化了高价打造的核潜艇 作战能力并不怎么样 即使印度可能在以后还会有很大的升级 但是印度做出这个升级版的核潜艇 再怎么升级也不可能达到世界水平 更何况在它升级之后 其他国家的核潜艇也在更进一步了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 由老兵说武器见即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